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懒驴上墨是鸟多 这就是我对吴胖子唯一的评价 他娘的 你不知道这俩粽子在后面锁命了 结果这时候掉链子 我翻了个白眼 有点想不明白 这家伙这体格 怎么做这么多年摸金校尉都没有交代姓名 不过心里火大归火大 看着吴胖子可怜巴巴的眼神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毕竟金一能不能收拾掉里面的飞尸和尸煞还是两说 如果收拾不了的话 以金一的身手要跑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吴胖子现在卡在里面 可得眼睁睁等死了 虽然这家伙不地道吧 坑过我 但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被吴胖子可怜兮兮的一看 又忍不住就折翻回去 一把把胖子拉住往外扯 结果这家伙大屁股愣卡在身门上 我拽半天都没反应 最后我有些急了 我说胖子能不能动弹一下呀 你两三百斤的人了 这死卡那都不动着 脑子怎么拽得动你呀 哥们已经很努力了 胖子杉杉笑了笑 早知道这样最近不那么吃了 你我这肉又长几斤了 还长 再长你他们都成猪了都 我心中咒马不休 最起码是有好几万头草年马在狂奔呢 不过眼下这时候也顾不得和胖子多磨叽 几乎是卯足了吃奶的劲在拉扯他 我敢对天发誓 我绝对已经尽力了 可胖子卡在那儿 愣是一动不动的 脑闷子上也浸出了汗水 等等 忽然胖子开口说道 里面有东西 它抓我的脚呢 别撒手 千万别撒手啊 说到最后 胖子嘴里一下子张得溜远 眼珠子快瞪出来了 当时就发出一嗓子 类似于鬼哭狼嚎一般的惨叫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个时候也感觉到 似乎在牧师林外一边 有东西在扯回胖子 那力道太大了 拽得我蹭蹭地往前走 这情况我哪里敢放开啊 我要是一放手的话 这胖子立马被拉回去 吃了一个干净 好歹也是一条活生生人命 我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手的 一边实际地转着胖子 转着胖子的关节 就发出咔咔的声音 一边问他 那边闹的啥情况 能踢开吗 踢不开啊 胖子的肥脸上 已经是一片惨白了 有些痛苦地说 那东西咬我屁股 被咬了 我吓得手一哆嗦 差点没直接松开 被大粽子咬了可不是小事啊 那玩意在棺材里放了那么久 尸体虽然没有腐坏 但是内脏早就烂掉了 憋在身体里面 这么多年 现在全变成了尸毒 被那玩意咬一口 立马得感染尸毒 不计是处理的话 尸毒很快就钻进内脏里 那到时候 大陆金仙下凡都救不了了 而且中了尸毒的人一死 百分之百铁定得起尸 眼下我只能尽力 先把胖子拉出来 怎么解决 被大粽子咬的问题 就只能随后再说了 胖子这时候 显然有些着急 毕竟我的力气不如粽子打 这半天非但没把他拉出来 反而是他又被 往牧师里面拽了一劫 一张胖脸都扭曲了 双手死死攥住我的手 攥得我生疼 这人要命的时候 爆发出的力量 可不是闹着玩的 反正我是有些受不了了 完全是在咬牙硬挺着 我屈你娘的 拼了 胖子一下怒吼了一声 刚才还惨白的脸 一下子憋得通红 我一看胖子这架势 还以为他要进牧师 跟那个大粽子拼命呢 当下赶忙劝道 别冲动了 大不了最后哥们 和你一起回牧师玩命 我这话说的是真心话 胖子虽然坑过我 从第一天见面就在坑我 但是 跟着七岭古墓一路上 大家平备 论交 一起吃苦 多多少少也算是顿友了 最起码我这么觉得 队友虽然坑嘛 但是要我放弃他 在牧师外面 听他这脚水骨头的声音 发出残叫声 我是做不到的 就到我心情激荡 准备做这辈子 最够义气 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时 一道非常不合十一的声音 响起了 两个非常响亮的屁 在牧师里响起 紧接着一股恶臭弥漫开来 我被这股子恶臭啊 呛得眼泪都差点出来 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感觉就跟日老狗似的 这你马就是胖子说的拼命方式 就是对那粽子 蹦出俩屁来 哎呀松开了松开了 胖子这时候 忽然大声叫起来 快拉我出去 拉我出去 一听这话 我也反应过来 联盟使劲 这回到初期的顺利 我竟然一把 就把胖子给扯了出来 胖子当时从地上蹦起来 咧嘴笑道 他娘子 胖子真是危险啊 幸会老子集中生日 冲咬我那屁股那家伙 来两发 我竟无烟也对了 胖子瞅了我一眼 嘿嘿笑了起来 小天哥 你甭你为哥哥这是胡闹 你知道 人这肚子里 含有多大的煞气候 一天到晚 不知道吃了多少条生命 只要进人肚子里啊 营养被吸收干净之后 剩下的排泄物理 全都是晦气 转为用来破煞的 但凡阴险之物 对这样的东西啊 都比较忌讳 我已经不知道 如何表达 我这一刻内心的感受了 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这种奇葩的事情 一般人真干不出来 也算是你 吴胖子绝活了啊 现在拉肚子 对阴兵喷粪 又是冲着 大宗子嘴里 崩俩屁 真心埋态啊 行了 别傻愣着了 赶紧走吧 吴胖子拍了拍我肩膀 黑黑笑道 小天哥 你刚才那句话呢 说了胖子我心坎里了 认识你没多久 竟然在那时候 死抓哥哥的手不放 还要说和哥哥一起 在街墓室里 觉得够意见啊 你这兄弟啊 哥哥愿一下了 你先干事 哥哥给你赔个博士啊 我这时候可没闲心思 和功夫 跟胖子扯犊子 令这黑子二话不说 撒牙子狂奔起来 吴胖子一看这架势 也不敢废话 连忙屁颠屁颠跟了上来 这货别看屁股被咬了 淘起命来 乃是一点都不含糊 没一会儿撵了上来 我们俩顺着涌道一路狂奔 只想着离瞩目是远远的 太吓人了 有一个飞尸还不够 还钻出一个尸杀来 简直是没活路的节奏啊 我和胖子一路狂奔 足足在七拐八弯的涌道里 跑了三四百米 他终于看到张金牙他们三个人 只不过他们三人 竟在前面站着 是一动不动的 哎 你那么傻了 你干嘛呢 我上去就吼了一句 该离开这鬼地方再说啊 说完 我准备进去往前跑 结果被罗莎一把拉住了 不想死就别往前了 罗莎死死抓住我 不光她拽着我 就连黑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咬着我的裤腿 也不肯让我走 我一看这架势 就知道不对劲了 当下也不着急逃命 气喘吁吁地问罗莎 发生什么事了 别说话 罗莎瞪了我一眼 说 你仔细听 我和胖子顿时闭上嘴了 一下子 永道里安静了下来 我耐心听了一会儿 顿时心中有些微微的发寒 狂狂狂 一声声沉闷的响动 在永道里回荡着 就像是 军队在正步前进时 脚底板 踏在地面 发出的声音一样 而且 听那声音的距离 应该离我们不远 不出意外 应该就在前面的左右耳室里面 我当时脸就绿了 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左右耳室里面不太对劲 难不成是高先知 从棺材里蹦出来之后 那里面的东西也出来 作祟了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